笑死啊 这哪里是翻拍 明明是翻车 五毛钱的特效 九块九包油的装造 没颜值没演技的主演们 在那里上窜下跳 不是我说 这十几年过去了 为啥经典翻拍 却总是越拍越烂 我们观众到底做错了什么 要被反复折磨啊 今天咱就一起来看看 近几年都有多少经典IP 倒了这个大美 宝莲灯 零五版宝莲灯 不仅让二郎神这个角色 从此有了脸 那活泼机灵的小玉 勇敢帅气的陈香 也都是个个出彩 不过我就纳闷了 你们是啥时候偷偷 被这观众翻拍了这么多部的 还一步比一步难看 这个新编宝莲灯里 陈香的选举我就不说啥了 比曹骏肯定是比不过了 但是还能看 不过这个陈香和母亲 拥抱的这个场景 我真是憋不住了 这五毛钱特效 剧组是多一分都不想花呀 但是这都不是事 这个女主 才是真的让人难以接受 是的 你没看错 这个就是女主 这位演员 连陈香她大姨都不违和 再一个 旁边那个白毛怪 您是哪位呀 哦 不好意思 您是孙悟空本人 哎呦喂 我还真没看出来 你要不说 我还以为是飞皮精呢 而且全篇没有一段完整的打戏 就是拿着武器笔活几下 爱的魔力 转圈圈 不是我说 小学生打架 都比你们招式灵活 不过先别急着生气 还有更离谱了 宝莲灯赤子之心 这个老年版二郎神 比刚才那位还拉眼睛 这到底是二丁还是二大爷呀 咱不攻击演员长相 但情演员也不用长相攻击观众行过 我一看这个二郎神 心里真是捏了一把汗 都说外甥随求 这个陈香 好嘛 你可真是没让我失望 现在知道我为啥说刚才那个陈香还能看了吧 这不全靠同行衬托的吗 台词打戏也都是大量借鉴05版的 不过人家有自己的创意 比如老版的二郎神用的是三尖两刃刀 新版道具呢就升级了 你瞅瞅 好几个家 这打几架来 不比你焦恩俊猛多了 这部大电影 他的下部叫 宝莲灯浮尘幻灭 就这个烂片分级播放的套路 让我又想起了 今年年初被倚天屠龙记大电影支配的愤怒 倚天屠龙记作为金庸武侠的经典 翻拍已经数不胜数了 要知道以前我们看的小招都是这样的 结果到了2022年 好家伙 这是那个捧红过秋淑珍的王晶拍出来的小招吗 这蓝花指一翘 小造型一摆 我以为哪个蜘蛛精在这结网呢 这一脸的高科技 竟然有人说像观之灵 虽然颜值和演技才能顾不顾 但这个小招能表演生吞蜘蛛啊 啥也不说了 给姐姐担走一个令 白蛇传 等一下 混进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韩式大平梅 网红脸 和白浅高度相似的并兮兮包邮版浮华道 这就是二一版白蛇传让我们看到的白素贞 还有这许仙这放荡不羁的斜刘海也挺有个性 说吧 你跟隔壁那个尿裤子的段玉是不是一个投你老师 这部剧最最最离谱的是 它还有翻外来讲述配角的故事 这是直接来了个白蛇宇宙 不是 我就想问问白蛇传里为什么会有黑山老妖群影会脆了 属于是这里的黑山老妖可不吸人扬气了 他一心修炼 不仅多次英雄救美 还为他甘愿给龙王打白弓 这你敢信 你瞅瞅 这编剧都改魔正了 黑山老妖都成了正面人物了 可想而知 妾女幽魂这个IP 也是注定难逃独守了 这里就又要提到一位老熟人 王精 没错 又是他兼职的网剧 情限聊斋妾女幽魂 这个女主角就是大电影里演周芷若的新晋精女郎 邱毅能 结果这个一开场真是给我看笑了 先不说小千为啥变成了兔子精 你这变身特效还赶不上巴拉拉小摩仙精致呢 宁采神还改名叫宁楚生了 也不进京赶考了 天天陪傅家公子逛京楼 除了配乐视巴西版妾女幽魂呢还能听 整个就是一个魔改加无聊 要不是打着妾女幽魂的噱头 我点都不会点开 还有一部叫妾女幽魂人间情 特意请了八七版编剧 结果也是拍的稀烂 你不回去搞全谋 咋还在这儿延起肾虚公子了呢 没有原作感人至深的爱情 只有角柔造作的卖肉 不过最拉眼的呢还得是这一股 妾女先缘 这个小千一脸高科技痕迹 和精女郎俩俩不分伯仲 但是镜头一转看到这个宁采神 我只想说 小千快跑 姐姐真的罪不至此 这个男主之前拍僵尸片了 比起和鬼谈恋爱 我觉得咱还是更适合回去抓僵尸 毕竟哥哥的宁采神终于在前 没有成熟的剧本和导演 轻易还是别来挑战了 唐晨雷 美梦有几多方向 嗨 院内级少一点翻拍吧 小小的翻拍对观众的伤害却那么大 啥也不是 不说了 下次见吧